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国外式健身 相信大家经常看到一些肌肉难在健身时肌肉撕裂的视频 肌肉撕裂在健身房已经是比较常见的事情 今天给大家列出三个最容易导致肌肉撕裂的健身动作 稍不注意就容易导致受伤 轻者休养数月 重者直接告别健身生涯 这个视频带你了解如何尽可能的避免肌肉撕裂 以及了解发生肌肉撕裂的原因和撕裂后的肌肉是否会自己痊愈 第一个比较危险的动作就是慕斯顿玩具 他已经被国外健身号者称之为二头肌杀手 在这个动作上撕裂肌肉的大多都是有一定健身基础的人 由于慕斯顿可以将你的二头肌完全鼓励 所以如果此时使用的重量比较大 再加上过于追求长位移 手臂下放的太低就是发生视频中的事情 如果你在进行这个动作时 建议你不要把手臂下降的太低 选择比较轻的重量多次数进行训练 第二个动作是杠铃握推 大多发生在离心收缩的时候 当杠铃降低时胸大肌会被拉伸 在这个位置上肌肉过度拉伸 再加上需要很多的力量来举起和放下杠铃 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对肌肉造成太大的压力 随而发生肌肉撕裂 胸肌撕裂时会听到爆裂声或撕裂声 随即开始出现肿胀和预伤 当你将手臂推向身体前方时会感受到无力 建议大家在进行握推时一定要充分的热伸 重量慢慢增加 不要直接使用大重量 并且保持正确的姿势 第三个动作是硬拉 大多发生在采用正反手进行硬拉时 又或者硬拉时手臂没有伸直的情况下 如果再加上重量很大 则极其容易受伤 我们来看看几个视频 他在硬拉时手肘部又没有完全伸直和锁定 如果没有锁定肘部 哪怕采用正我的硬拉 也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 最主要的还是充分的热伸和正确的姿势 那么在发生肌肉撕裂后 是否会自己痊愈呢 如果只是轻微的撕裂 可以不进行手术让它自行恢复 但是恢复后的肌肉形态会发生变化 影响美观且不能正常发力 如果是严重的撕裂 则一定要采用手术进行修复 恢复持伤三个月到一年都有可能 OK以上就是最容易发生肌肉撕裂的三个动作 最主要的还是平时注意充分热身和采用正确的姿势 不盲目采用大重量基本不会发生 有关类似情况的小伙伴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交流 我们下期见